而今天25号是由玉璃镇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那么第一天先由镇长江东成以及公所团队进行实证报告 工作进度说明 那么其中江东成就表示 希望可以尽快将老旧的艺文中心重新改建 办理艺文活动 10月15号是玉璃镇代表会第21届第8次的定期大会 第一天先由镇长江东成以及公所团队进行实证报告 工作进度说明 其中江东成表示 希望可以尽快将老旧的艺文中心重新改建 办理艺文活动 其实我们艺文中心这一次外围的步道 人行步道方面 上一次的我们有报 也是今天我们代表会同意也补助100 就是我们配合馆是100万 现在补助900万 总共1000万 我们要做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次也是政政顾问审查通过之后 已经三次切丝之后也请他们改善 设计规划公司有一些切丝改善之后 这次我们重新马上要进行招标 进行招标 就是我们四周 艺文中心的四周 大家可以看得到 相关的专费也是破浪的蛮严重 尤其经过这一次的地震 这次我们要重新铺设 转期之内招标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铺设 就是艺文中心的四周的一个整形布报 另外江东城也说 0918强政截至10月12号为止 公所受理一般住家财损 动产损失件数总共有1140件 不动产一般住家建物修缮 件数共536件 而汽车车辆损害共11件 都是由各里干事会同里长前往会刊 汇诊资料送县府审核 接续这公所也会以灾后重建 美好家园为最高的目标 让预理证明都拥有安定富足的生活 记者高雄生 郁震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